立法會一個這麼重要的立法機關 被人形容是動物園 作為演員來說 我覺得演技比較浮誇 恨不安怎去憂無雅 世上還讚中囚惑 多不夠爆炸 怎麼有話題 若惡狂 做大娛樂家 早上我看到反對派蠢蠢欲動 我們在議會一段時間 對大家的動靜也比較掌握 我在這裏想想 為什麼反對派議員 這麼積極去教育事務委員會 平時那些都不是很積極的議員 都全部坐在這裏 我心想知道可能他們 打算完結教育事務委員會之後 就不走 就爆炸 所以我們即時作了一個策略調整 這真的不是一個預定的計劃 朱凱迪就裝猴子 想爬上主席台後面 有一塊牆 我跟朱凱迪說 你爬歸爬 但你跌下來 不要擲傷保安工友 陳之泉 故意不穿鞋 其實都是搶鏡頭 造型好像特別一點 鄺俊宇 你知道他一直都是表情十足 還有林卓廷 林卓廷這一類就是裝衝 因為他又要交氣 但他亦都是很疼心 例如有些大狀級的 叫人衝就自己縮在一邊 例如楊岳橋那些 這一班濫炒派反對派議員 經常都說 他們很尊重議會 郭家麒議員 你再敢推撞保安 你現在嚴重違法 你就犯了香港法例 胡志偉議員 請你離開會議室 譚文豪議員 請你不要推撞 林卓廷議員 請你停止行為 請你離開會議室 但你見到昨天的情況 林卓廷站在桌上 鄺俊宇站在桌上 許智峰站在桌上 做甚麼 一個就撕議事規則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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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就拿著大聲公 在議會裡面大喊 那你叫尊重議會嗎 這個就真的是 反對派是主導的事 如果他們不搞事 那就很正常 他們背後的目的 就叫推翻一國兩制 現在他們都公開打開口牌 總之政府來的東西就不給過 總之我都未見到他們一樣支持政府 總之凡是政府來的 就是不給過 其實我們不能給他們得逞 因為如果這樣 最後受害就是香港市民 如果香港繼續下去 消耗甚麼呢 消耗了香港應該有的時間 消耗了我們很多香港前輩 留下來的心機 消耗了我們很多下一代的機會